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再讲讲 对于新技术浪潮之下 各个学科、各个大学专业的热度的冲击 其实前面的话 因为也有另外一个专门讲这方面话题的大V在讲 这个媒体专业你要离得远一点 然后引起了全国的讨论 然后也是媒体专业自己推波助澜 最后推波助澜证明什么 他自己确实可能有很多问题 而这个新技术浪潮下对于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影响 今天我们就进行一下这个话题 我们看看美国的调研是什么样子 我们看看相关的报道 据华尔街建文的报道 谁还要做财务 美国大学会计专业毕业生暴跌 因为性价比低 选择会计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少 周四专业组织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了年度报告 显示2022年学会计专业的毕业生 不含博士学位的人数为65305人 较去年同比下降了约7.4% 创199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 其中2021至2022学年约有47070名学生 获得会计会计学士学位 比上年下降了7.8% 该年也有18240名学生 获得硕士学位 比上年下降了6.4% 会计行业正面临这样一个现状 越来越多的从业人员或跳槽或退休 没有足够的信赖人员补上这个缺口 然后同时还有一组 甚至还在触目惊心的数字 2019年至2021年间 美国有超过30万名会计师辞职 对于美国大学生最后悔的专业 我们这里头就看见新闻专业了 去年年底 时代周开一向针对美国大学生的调查显示 有44%的大学毕业生 对选择专业表示后悔 和张雪峰的不要读新闻系的言论 初期的一致 我们就可以看到相关的美国的榜单 就是说这个榜单 失业率 不受前景薪资不尽人意的榜单里头 除了会计学以外 其他的人文科学也占了绝大多数 其他九个专业分别是 社会学 人文专业 传播学 教育学 市场营销 医学助理 政治学 生物学 和英语语言文学 英语语言文学 如果对应到中国呢 可能是中文系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医学助理 医学助理是什么 那不就我们说的护士专业吗 护士专业大家不喜欢 对吧 然后呢 还有生物学 生物学在中国 我们讲嘛 生化行才 这个就也很难 对吧 但是美国的不一样在哪呢 美国没有医学 医学还是 医生还是很吃香的 它的生物学是指的什么 对于传统生物的研究 真正对于生命现象的研究 最高端的呢 是人 人呢 这中间呢 它东西般都化在医学这一类 它不化在生物学这一类 所以它的生物学 可能只跟传统的 一些生物学 你凡是跟人有关的 它都愿意把它挂成医学 因为不像中国啊 中国你变成那生物学 还是挺高大上的 你变成医学呢 医生的地位远不如美国 所以美国这些地方呢 其他好多地儿 它是挂成医学的 你要明白这里头的差别和差距 你看嘛 这都是文科专业 而且你看看包括教育学 教育学在中国也是啊 那是纯文科的 它不是当教师 当教师还可以的教育学 研究怎么教育嘛 实际上这个人文的这些科学文科 但是在中国你会发现 我们的大发展 我们的这个教育 我们的招生 就文科多 因为文科的培养成本低啊 就业各方面是相对好的 还是会计呢 而且呢 你看看这个会计师 筑筷什么的 大家都还是挺去之若物的 你像这个在国内呢 筑筷还挺热的 你看在美国啊 筑筷 落日黄花了 为什么他讲 就是今天我们要讲这个洗牌呢 它的落日黄花很大程度在于哪啊 它是IT的崛起 人工智能的崛起 所以它的这个记账呢 它越来越变成电子化的事情 其实当年我们是给 我是给税务局做过系统的 所以我们很清楚这里头 它你真正你这中间做的时候 可能是人家说了嘛 是其他行业的人抢了你的饭碗 所以好多事啊 做这个会计 真正现在抢会计饭碗的 是IT工程师 实际上包括这个 在很多年前 我都可以跟你讲 国家税务总局啊 当时是安达信 就做这系统 跟安达信一起竞标的 那个是谁呢 可以告诉大家 跟安达信一起竞标的是联想 就是最后入围的是联想安达信竞标 后来联想赢了 是这么个状态 所以你要明白 它是其他行业人把你灭了 其他人来做 现在呢 为什么讲跨界呢 因为他的那个知识啊 检索啊 这个手段的给人不一样 对吧 你看现在本人能拼拼红楼 为什么咱能拼拼红楼啊 咱那个知识啊 检索啊 干什么的 这个渠道 你要说原来的话 你想查一个文献的话呢 你不记在脑子里 你要查一个文献都得跑图书馆的话 那意味着什么 我们不是这行的人做不了这件事 你只有这行的人 他在这行的图书馆泡着 这行的那些知识 他都记在脑子里还可以 现在呢 我们不是这行的人 我们关心一下 我们在网上悄悄键盘 我们去查 还都是能查到来源的 完全不一样 所以它实际上是什么 在这个信息时代 在这个检索时代 在这个人工智能扩张时代 它就是很多的替代 你看英语语言文学 这个的话呢 你看ChatGBT的写作 对吧 虽然说现在写作呢 可能有些问题 将来它会越来越好 你看会计也是这样啊 你想知道 在没有了 会计电算化 没有一个 那个简单的财务软件的时候的话 你这个会计这个记账 无比的麻烦啊 对吧 而且可能有无数的人要核查 你看现在的话 我们发票都变成电子化了 我们所有的付款都电子化了 你要知道这个里头 整个会计的进步 还有在于什么呢 现在叫做货币脱煤 脱什么煤啊 那个你像货币脱离了那张纸 金融脱煤脱离了那个支票 汇票或者那些票据 不用了 就是电子的往来 那个票据你看到的很少了 你的现金纸币看到的很好了 现在我们普通人的话 有时候你兜里一两块钱都掏不出来 你全就是拿着一部手机 你拿着手机刷支付就可以了 那么呢 所有产生的一些电子数据的处理啊 也不是你传统的记账 它全都是自信案机自动处理 它对于这个会计行业的起初 会非常厉害 只是说在国内呢 目前还没有发生 国内更多的话呢 你这些财务人员啊 他毕竟来讲 在文科的这个领域当中 它是一个相对有饭吃 相对技术性的一个行业 大家呢 学了会计呢 当了个会计师 还是算啊 对于一个草根 学不了理工的时候呢 一个出路 你知道吧 你要说其他的文科专业 那就业就是更低了 实际上我一直说 那是叫统治者的专业 人家你最后呢 当大领导是可以的 对吧 其他的 他这些专业的话呢 就是他要重新的 在新技术条件下 全面的洗牌 因为他呢 原来这些专业 你所需要的这些知识 他变成电脑能检索的时候 他用不着你人去记忆的时候 你对这方面的专业知识的需求啊 你就变成外来的人非常容易掌握 非常容易的进入 所以你这个行业呢 别人变成你需要的时候可以现学 那这种情况啊 就没有必要说你上大学的时候教育 上大学的时候教育是什么 培养人一个素质 你需要什么 你可以学习什么 对吧 实际上你真正工作的时候 你大量的东西都是你在工作当中学到的 这才是真实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中一大学的培养 大学的专业 在新的技术时代 就是重新洗牌了 谢谢观看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 谢谢观看